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木雕花园 创意超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记得 今天教大家钓一条金鱼 首先看一下需要用到的材料 这个断木料 这个铅笔尺 我的这个雕刻刀和这个V型镯和这个平镯 如果你是有认真看过我的那个刀法视频的话 这两个工具没有的话也是可以完成的 首先画辅助线 这个断木料是用的我这个A套装里面的 它是2.5mm 然后是高是10厘米 金鱼的这个形态就是一个横过来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侧面画辅助线 首先是2.5厘米的位置 标记一下 2.5mm 这个是金鱼的主体 2.5mm 3.5mm 然后是隔3.5mm 是它的尾部的部分 3.5mm 标注一下 2.5mm 2.5mm 3.5mm 1厘米的位置 打一个点 1厘米 1厘米的位置 标记一下 然后是靠在这一边 0.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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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把这个1厘米这个点画一个弧线 看到没有 到这个下面 上面这个部分也是的 连接两个0.5mm的位置 然后画一个弧线 后面一部分 距离这个线段1厘米的位置 打一个点 1厘米的位置 然后这个高度也是0.5mm 从这个位置过来 穿过这个0.5mm的形 到这个尾部 然后是底部 也是1厘米这个高度 画一个反的弧线过来 然后是画一个弧线 从这个1厘米这个点 打上阴影 去除掉这个阴影区 那个工作室 再次接下来 那边的位置 是一个8厘米的位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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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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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第一个步骤就完成了 然后是把这个金鱼的这个尾部的这个弧线把它标记出来 沿着刚才这个位置首先把中线画出来 然后从中线到这个角落画一条弧线 选择1.2厘米 1.2厘米 这个上面是两侧各留0.5厘米 两侧留0.5厘米 1.2厘米 1.2厘米 然后连接上来 去除掉两侧的阴影去 去除掉两侧的阴影去 实际上也就是把金鱼尾巴的这个尾巴的这个面积把它留出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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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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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